大家好,我叫郑忠浩,来自吉林昌春 本期男嘉宾姓名郑忠浩,年龄35岁,身高1米81 工作单位吉林电信,月收入5000家 我平时喜欢打打篮球,骑行车,玩玩电脑 我想找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三观一致的一个女孩 根据男嘉宾的各项指数条件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精准比对 在数据库中为其匹配了来自长春生物科技公司的女嘉宾妮妮妮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吉林长春的 我的名字叫妮妮 本期女嘉宾姓名妮妮,年龄35岁,身高1米65 工作单位中红生物科技,月收入1万元 我平时的兴趣爱好的话是旅行徒步 爬山,比较喜欢这种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也喜欢看看书籍,尤其是历史方面 我今天来参加节目是想找一个善良阳光开朗的男孩子 希望在这里能遇到我的正缘,找到自己的幸福 在这个季节里,每一片落叶好像都宿舍着相遇的故事 每一遇清风也似乎都传递着恋爱的讯息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我知道妮妮是大学本科,咱们哪个学校毕业的方面说一下 我是那个长春中医药大学,就是在静岳区的那个 那学的什么专业呢? 我本科学的是制药工程专专 制药工程,那你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 跟我们的专业就是是相关的吗?是对口的吗? 有一定的相关性 虽然说我没有在那个制药的企业来工作 但是我现在的企业的话是做生物医疗研发这方面的工作的 对,然后也是跟那个药企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那怎么样,在这个工作当中,喜欢吗?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这个行业的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比较适合女生来做 相对来说,工作方面的内容比较细致一点 比较适合女生 那我们平时这个除了工作的这个时间了 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间 有什么日常的这个爱好吗? 比较喜欢户外的一些活动 然后平时喜欢徒步,爬山这些旅行啊什么的 对 你是喜欢自己去就是徒步登山 还是有一群小伙伴一起的这种团体的? 有的时候会跟小伙伴一起啊 就跟朋友闺蜜啊什么一起 有的时候可能找不到人的时候就我自己 那我们最近几年内最大的开销是什么? 就最近的话是买了车 最近是买了车 那我们再说到 比如像今天我们是一个相亲的这种场合 然后在未来我们要进入到一段关系 甚至家庭当中 你觉得在一段关系当中 自己的优缺点有哪些? 我的这个为什么还单身吧 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可能我的性格会比较慢热一点 对 然后相亲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男生的话一般会 就是比较着急的确立有这个恋爱关系嘛 但是我还比较慢热 所以就是不太利于这个相亲对象的这个 就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吧 是这种情况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优点 因为我虽然说比较慢热吧 但是我性格比较稳重 然后对朋友什么呢也很好 然后性格也很随和这种 对于另一半 我们有没有一个就是叫择偶条件吗 或者是一个比较希望他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气质也好 然后或者是性格呀 或者是特点 就是首先性格方面吧 性格方面我比较喜欢就是阳光开朗一点的这种 对对对 然后为人处事大方那就是大方得体的这种 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其他条件方面 我觉得更看重于这个三观性格 条件方面的话 其实互相合得来匹配 就属于经济适用男类型的就行 对 好 那我们一起来再了解一下男嘉宾这边的情况 你好 郑忠浩 我们先请坐 我刚才听说是刚完成一个工作的任务 然后过来是吧 我们先来展开聊聊吧 就是我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然后学什么专业的 长城工业大学 然后什么专业的呢 是市场营销 那这个市场营销跟你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是相关的吗 嗯 不能说毫无关系吧 就有相关性 有一点点 那我们在工作之外 平时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爱好 就是平时的话也就是打打篮球 跟朋友 然后打篮球 吃顿饭 嗯 然后还有一些 感觉把中国的日程 是吧 说了一遍 先打篮球 然后吃顿饭 对 然后还有的时候 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就会去出去跟他们骑骑自行车 嗯 骑个四五十公里 五六十公里 哇塞 很很长很长 那其实我感觉跟女嘉宾的这个爱好还挺像的 她是喜欢徒步啊 爬山啊 其实都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感受自然的这么一个爱好 那我们在择偶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想呢 就是身高差不多 一米七左右就行 嗯 然后体重嘛 嗯 懂得都懂 差不多就行 对 然后平时能有时间聊聊天 还有会做饭最好是 嗯 因为我可能做饭不太行 嗯 嗯 没有那么专业 嗯 那其实听上去也不太有什么 就是所谓的这个标准 好像是 生活的点点滴滴 对 一个是基于生活实际 然后更多的我觉得她其实应该是比较相处着看 那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 或者是在这个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优点 然后又感觉自己有哪些缺点呢 我们属于坦白局 对 哦 对 坦白呀 对坦白 然后有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展现 嗯 我就又提醒她了一下 嗯 因为工作原因的关系吧 嗯 嗯 我比有愿意去体谅别人的感受 嗯 然后想她这所想嘛 嗯 这样的话才能照顾好一个人 嗯 从她的角度出发嘛 然后平时的我呢 性子吧 其实是 还是有一点急的 虽然说不是特别急 看不出来 就是我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一般就是想去做的时候 想好了就会去做 嗯 就是其实是目标感比较明确 对 那感觉你 就是看 感觉起来这个性子没有很急 因为没有遇到急的事 哦 对 遇到急的事还是会有一点急的 就是我平时吧 画其实不少 呦 是吗 对 但是我们这年段都这样 就是只要跟熟悉的人在一块 画就很多很多 对 就是比较慢热 然后比较 平时可能比较深沉一点 对对对 就是 也不是装 就是 就是不太想 懒得去表达 嗯 但是跟熟悉的人在一块之后呢 画匣子一打开 就愿意去表达了 就这么一个比较慢热 嗯 然后我认为 嗯 跟别人相守容下是一种能力 嗯 对 然后平时就是愿意 讲一些笑话 嗯 讲一些冷笑话 对 然后 没有 然后缺点呢 就是爱讲冷笑话 对对 缺点 我这人还是 比较惰性 嗯 嗯 惰性就是 不太会制造浪漫 嗯 嗯 可能 因为这个思维 可能 不一定很 让你女性喜欢 嗯 嗯 但要说准备充足的话 给一些时间准备充足的话 我觉得还是OK的 嗯 有点大男子主义 那要是有的女生 可能也说我觉得 浪漫也不是那么重要 还想再听听 是吧 我们再说两点呢 那就还有就是陪伴了呗 用手啊 太忙了是吧 对 陪伴的时间确实会少一些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 可能周一到周五的话 七八点钟下班 十一二点 嗯 都是有可能的 嗯 这个的话 确实是 我的一项 说软肋也不能说 应该算是一个弊短吧 嗯 嗯 因为女生嘛 可能有些女生就像你说的 嗯 可能我不要你多少的情侣价值 但是陪伴很重要 嗯 嗯 我认为这点是我的 嗯 不太 不太理想的一个地方 啊 这种不到生活中之后 就感觉很不方便 还是很不方便的 嗯 假设一个场景啊 如果比如说 嗯 女朋友 生病了 然后其实很需要 你在身边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又真的是 比如说走不开 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 那你会怎么做 嗯 嗯 如果能请假 嗯 的话 嗯 那我会尝试请一下 那这不错 这正不错 如果说真的是人 真的是赶不回来 在外地的话 我觉得 打一打视频呢 嗯 聊聊天 安慰一下子 嗯 然后嘛 女生嘛 需要安全感嘛 嗯 那就承诺一些 我回去之后 就能办到的事 嗯 然后我会去做 就是最近几年 你为自己花过的 最大的开销是什么 开销 最大的开销 那应该就是买车了 啊 是吧 跟女嘉宾 政策也比较好 对 嗯 对 就现在 嗯 换一个 换一个车 嗯 好 那感谢男嘉宾的作答 哎 那我们就去 跟你嘉宾一起会合吧 那刚刚呢 跟男女嘉宾 分别进行了提问 然后有了一些 初步的了解 能感觉到男生 是一个沉稳细致的 这么一个性格 那女生呢 也很细腻 然后也很温和 但是我担心的是啊 女生是一个 比较柔弱 这个温和的 这么一个状态 她其实能感觉到 是挺需要 另一半的 这个陪伴的 但是男生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也提到 说自己可能 因为工作的情况 比较忙 会有缺少陪伴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其实也担心 女生在接下来的 相处当中 会不会 因为缺少陪伴 而产生 两个人的这个摩擦 或者是矛盾呢 那 基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进入到 下一环节 继续观察 那我们男女嘉宾 终于见面了 两个人打个招呼 握个手吧 你好 那我们每个人呢 都想遇见 让自己心动 让自己微笑 愿意携手 共度余生的人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放下 顾虑 勇敢的外境下一步吧 男女嘉宾的手机里 将会分别 收到一张任务卡 双方将根据提示任务 完成各自的讲述 我请你聊聊 我请你聊聊 印象中 身边家人 或者朋友当中 你对 羡慕的情侣 或者夫妻的相处模式 以及过往经验中 最不喜欢的情侣 相处模式 请举例说明 对于这个 我羡慕的这个情侣 和夫妻相处模式 我身边的话 但是其中有一个呢 我确实挺羡慕的 就是他们 大概在17年结婚吧 然后两个人相处的呢 也是非常的融洽 女生呢 可能稍微弱势一些 男生可能稍微强势一些 他们俩平时沟通呢 也是比较简单直解 他俩我比较羡慕的一个点 就是他俩 在有假期的时候 他俩会出去玩 自驾游 不管时间长短吧 他们总会找一个目的地 然后去那游上碗水 后来他俩有孩子之后呢 他这个生活节奏就卖下来了 卖下来之后呢 也是偶尔能挤出时间 大孩子出去溜溜的 我觉得这个相处模式 就是出彩的点吧 我觉得我看重的就是 能有时间陪对方 出去一个短途的旅行 然后在期间呢 也能交交心 不喜欢的相处模式也有 就像是我身边的有人 反正就是男方呢 就没有女方强势 女方呢 偶尔会就是 喇话就是去 去编排对方 但是这是我比较不喜欢的 一个相处模式 你对这方面有什么见解 我觉得你说的几个点 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就是我喜欢的相处模式 也就是大家互相在一起 然后说话什么的 就比较温柔一点的那种 也不太喜欢就是某一方 比较强势的那种 然后两个人有共同的 这个兴趣爱好 然后像你说的可以 周末啊什么 去哪里旅游啊什么的 这种挺好的 就是互相尊重啊 对对对 互相尊重是最基础的嘛 对 你不喜欢的呢 我不喜欢的就是 语言或者是脾气上 就是比较有点暴力的那种 就说话上也是的那种 我不太喜欢 就是比较横的 不在乎别人感受的那种 对对是这样 那确实 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吧 就是也比较简单 对 那我问一下 你父母相处方式是啥样 我父母他们就是 那个时候 我感觉就比较传统的婚姻嘛 然后就相亲介绍 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 然后他们也是 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然后也挺安稳的 然后相处之间的话 肯定也会有小的吵闹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大的方向上的话 两个人都是互相帮助 然后共同分担 家庭责任这种 大事谁说的算 大事的话 我爸爸会提我妈妈的意见 对对对 就够敲定这个事 敲定这个事的话 只要是这个事情 是一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 就无随为停随的 都可以商量着来 是这种 他们会问你一些吗 现在的话也会的 会 因为我现在也长大了 这个不像以前 对 现在 那你的决定 就在他们这个 他俩商量的这个结果中 会有决定性作用 也会有一定吧 那挺好 都听互相的意见 然后做出一个综合的 更加考虑的这么一个 发展方式 对对对 挺好 我的话 我的话属于单亲 要不然就他说的算 要不然就我说的算 那您家现在是跟 跟母亲还生活了一下 对 跟母亲生活在一块 是这样 他呢就是 小时候就带我妈 然后可能比较强势 很多事都他说的算 那后来呢 就在我的这个 跟他不断的沟通中 就是干账 他也慢慢就 了解了我的想法 就是感觉 我这个思想也挺成熟的 后来也就是 不管我了 不管我就是 你要什么 做什么决定呢 太大了 跟他说一声 他要是愿意掺和就掺和 他又不愿意掺和 他也不我 就是这么个状态 那可能就是 因为你现在也 那什么 也长大了 然后可能父母这边的话 更多的就是 还是尊重你的意见 对 他也不可能过多干涉什么 对对对 干涉也没用 大概就这样 那你是跟母亲一起生活 想大 对 那还挺好 咱们看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聊聊你过去最远的地方 以及旅行见闻 如果有一天 有了喜欢的人 你希望和他去哪 有哪些畅想 嗯 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旅游啊 当然我还觉得 还挺喜欢的 你都挺喜欢旅游 对 然后之前的话 也是带我妈妈 然后也去 国内吧 然后留在一些地方 是这样的 你感觉跟他最开心的那一次 或者是 嗯 比较 你比较印象 比较深刻的跟他去哪块就特别美 或者是旅行特别愉快 过什么 嗯 我觉得印象最深呢 是那个张家健那边 啊张家健 对对对 那边 很多电影都在那排 对 阿凡达去影帝嘛 对对 那块的景色 就是给我感觉 就是有一种 让人意欲未尽的那种感觉 还想去的 对 就是每次去的时候 都就感觉 嗯 应该会有新的发现 嗯 应该是的 就是不同的 虽然说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吧 但是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跟老妈去的时候 就是海南 啊海南也很好 赶上四月末去的 啊 老热了 四月末已经太热了 太热了 去的不是时候 但是呢 虽然不是时候 但很热闹 真的很热闹 嗯 就是 包括去的什么 天海角啊 嗯 去什么 无知州岛啊 就感觉那的风景 真的是 在小时候印象里面 因为咱们东北的嘛 看海看的比较少 嗯 就真的是在印象中 那种度假的地方 距离面是那样 其实之前我也去过 海南那边 但是我去的比较晚 我应该是 18或19年去的 哦 哦 对 然后那边 我冬天去的 我还觉得 还行 没有那么热 那你会挑食肉的 冬天时候不晒的 对 没有那么热 然后 旅游资源也挺丰富的 不用排队啥的 嗯 对 还行 那个没有太多的人 嗯 如果说是你自己去旅行的话 嗯 去哪 我自己去旅行 我 我其实是很想自己自驾游 就是还那个 近藏线呢 呃 有一个近藏线 还有一个是还那个 就是中国边境的 有一条那个国 我也有个自驾游的打算 但是得是有一个很长的假期 可能呢 再加上请假 可能会有空出来 这么一个时间 但我的建议 还是西藏那个地方吧 我觉得还是高原反应 应该会很严重 像我这种体育 我还是想去新疆 新疆真的很美 对 新疆比较大 然后 对 新疆的风景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那种 山啊 水啊 什么的 可能跟西藏不太一样 西藏可能更多的是山 嗯 嗯 有人说没有去过西 那个新疆 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吗 它有南疆和北疆 然后 对 所以就是我 其实我 那个时候也挺想去 那个新疆的 哦 那边 对对对 那应该挺有意思 嗯 我这边对男孩的印象的话 还是 嗯 可以吧 然后第一印象 感觉形象什么的 还行 然后 有一些观点还是挺有共同点的 就是挺 挺有默契的 然后 嗯 但是他说到他的家庭 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嗯 我之前没有想到 因为看他的形象什么的 挺阳光的一个男孩 嗯 然后 嗯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综合考虑下来 可以打70分吧 今天第一次见女嘉宾呢 感觉他是一个 很文静 腼腆的人 嗯 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工作原因 来的晚了一些 可能会对我的这个 他对我的评分吧 可能会下降一些 嗯 我对他的评分呢 如果说一到一百分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打 82分左右 对于这个旅游的设想 出去旅行的设想 我觉得还很贴合的 嗯 可以加五分 大概就是87分左右 那关于灵魂拷问环节 我们的编导在节目录制前期 特意跟双方收集了信息 都是一些他们想跟对方了解 并且确认的信息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入灵魂拷问环节 要么真实回答 要么真诚回避 请听第一题 谈恋爱或者相亲的时候 你首先最在意对方的哪一项条件 我们有选项的 A 外表 B 经济条件 C 家庭条件 D 学历和工作 E 以上都有 请作答 谁先说 你是先去 我会综合考虑先想 那个外观 就是 外表 A 他选的时候是A啊 外表 男生呢 赞同 赞同 在这一点上怎么这么一致呢 就是听起来很像外贸协会呢 要不要展开说说 其实说这个外表的话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演员 可能不是说的跟那个好不好看啊 什么的一个关系 但是一定要是 看着就是很顺眼和自己演员 这样就好像跟这个 跟自己气场比较合一些 对 那男生呢 我觉得第一眼 既然看着 身体就会告诉你到底喜不喜欢 既然你看着都不烦的话 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说的都挺像的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题 以下哪一点是你最不能忍受对方的 我们听选项啊 A 脾气任性 B 抽烟喝酒 C 花心开放 D 不够孝顺 哎 请做答 这次还是女生吗 我可以 我可以想的 他想好了 这回事 我觉得孝顺应该是咱们中华人民的传统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第一点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最不能忍受对方 对我来说 然后选择的是不够孝顺 对 那女生呢 最不能忍受什么 我觉得这个好难选 都不行 是不是 也行 咱来一个亿 以上都有也行 对 以上都有 我觉得这几个我都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孝顺的话 反应的是人品 对 肯定是很重要 然后像抽烟喝酒 我觉得适度的是这种 然后还有一个是 那个花心开放 然后任性 皮肤任性 这个有点接受不了 一听就 那不用了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请问 你如何看待男女恋爱期间的同居关系 我们有几个选项 A 完全不接受 B 可以接受对方有同居时 但是我不会 C 可以接受 双方就是看感觉了 就是刚才女嘉宾说这个演员了 第四个 持保留意见 我们作答一下 这个问题咱们就是说 才问到第三题 就这么 是吧 上分量了 看 在这时候就 我个人觉得吧 都不说 难道是要我回答吗 你们都不说话 我个人觉得吧 这个 这个问题啊 确实挺尖锐的 嗯 嗯 怎么说呢 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嗯 嗯 这个不好说 确实不 那女生呢 呃 我是完全不接受 啊 完全不接受 而且我也不希望对方有这个经历 嗯 那 其实 看上去选项选的不一致 但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 可能这中间还是有一个互通的关系 因为男生是保留意见 他没说啊 但他就说不好说 我觉得可能更多也是 想 想着 因为可能是男生觉得这样 就是 你更尊重女生一点 然后女生是出于自己的安全感 这种出发 是吧 嗯 有一定的关系吧 当然也不完全是 可能我就思想我 我比较保重一点 好 那我们还有一道题 可以继续来听听两位的这个回答 如何看待当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 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恋爱 哎呀 这个 是不是 我们看选项 一 是坚持一对一的恋爱 第二个是可以一对多 多方了解嘛 第三个是多对多 都可以彼此寻找 第四个是保留意见 我感觉我应该选A 啊 这时候不保留意见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相处嘛 嗯 就应该拿出全部的诚意 嗯 嗯 那是从这个出发点来的 展现完全的自己 一对一才能完全展现 充分了解 然后拿出绝对的诚意 这个也对 这也是一种 对对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没错 嗯 那女生呢 哦 我也是选A 我觉得既然有这个异乡相处 嗯 还是要认真对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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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那听起来 两个人在恋爱观念方面 是非常一致的 嗯 哦 刚才这个就是 互相的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觉得男嘉宾的有些观点的话 也是 相对来说 比较传统 然后也挺认真的这个恋爱态度什么的 然后嗯 可能我比他的观点 就是相对来说 比他更传统一些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那个 呃 就是同居啊 这些 这些 婚前同居这些观点 然后嗯 其他的剩下的 这个恋爱的模式啊 这种 我也觉得 如果老师互相有 意向的话 是应该 一对一的这种相处 然后认真对待 嗯 是这样的 如果老师 嗯 给这个男嘉宾的回答 打一个分数的话 我觉得可以打到 嗯 八十分吧 嗯 是这样的 嗯 刚才那个灵魂拷问环节呢 说实话 有 有一点 有点问到灵魂 灵魂深处了 我觉得 女生 这几个答案呢 在我看来呢 是挺符合我的三观的 嗯 不管是 她从这个 一对一的这个 两人关系 还是说 这个 对于这个 两个人的价值观 我觉得 跟我挺契合的 如果 一到一百 打分的话 我觉得 九一分 是我的答案 每一片落叶 都是时间的书签 标记着相遇的那一页 它或许不是华丽的中章 却是蕴含着 无限可能的序曲 那序曲的最后 他们将如何抉择呢 男女嘉宾 将坐在各自的座位上 如果选择对方 则在倒计时结束后 来到指定座位上 即为成功邀约 达成约会 如果选择放弃 则在倒计时结束后 走出房间 即为约会失败 有一些观点还是挺有共同点的 就是挺有默契的 对于这个旅游的设想 出去旅行的设想 我觉得还很贴合的 相亲 不是 这孩子啊 就是不找对象 你说老的可咋整啊 该咋咋咋咋咋呗 那我要求可高呀 嗯 当然后几年了吧 也不是不想找 还得看演员呗 出来玩最重要的是你得出来 看演员呢 你不得看吗 这人生路上啊 鞋要合脚 人要合拍 想要出单 你就得多见解 多聊聊 管他有早没早 定打他一杆子 找到我英子 你今天是单 明天就是爽 还行的啥呢 赶紧来报名啊 吉林广播电视台 轻轻打造 真实情感交友节目 吉祥有益 拒绝作秀 高效匹配 因缘有你 选择最合演员的另一半 拥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单身男女交友火热报名中 报名热线 1818685 6508 季节的更迭 让我们学会欣赏不完美的美 也正是这些微小的遗憾 铺就了通往真爱的蜿蜒小镜 在这里仍要祝福今天的男女嘉宾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能够继续绽放属于自己的活力与精彩 聖了